开始要上的叫做净力平衡 什么叫净力平衡 就是如果我原来是静止 受力之后仍然保持静止 这个叫做净力平衡 我们国中或者平常讲的时候 都是什么恰可运动 刚刚好可以动 刚刚好举起来 要动不动之间 这个也叫做净力平衡 这也叫净力平衡 刚刚好的状况之下 所以原来静止受力之后 保持静止要净力平衡 我们前面说要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两力平衡合力就是零 又多了一个条件 要一条直线上 因为如果不在一条直线上 他就会转动 转动他就没有保持静止 就不叫净力平衡 所以如果要净力平衡 条件是 合力要等于零 合力矩要等于零 这又是净力平衡的条件 然后等一下解题的时候 就是带到这个条件去解题 合力要等于零 合力矩要等于零 如果我的合力等于零 就不会移动 合力不等于零 就F等M A 就有一个加速度 然后就会产生速度 然后就会有位移 所以他就会移动 那么合力矩不等于零 就会转动 所以要合力矩等于零 就不转动 所以我们刚刚说 净力平衡的条件叫做 合力等于零 合力矩等于零 如果我合力等于零 就不会移动 如果合力矩等于零 就不会转动 考试的时候 有的题目是说 我合力等于零 但合力矩不等于零 会怎么样 或者反过来 我合力矩等于零 但是合力不等于零 那我会怎么样 那就是合力不等于零 就会移动 合力矩不等于零 就会转动 那么就是我们前面交的 两立平衡条件 要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那如果是这两个条件 就是合力要等于零 再加上一条 叫做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如果我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同时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那我的合力矩就会是零 因此我就达到 所谓的净力平衡 因此前面告诉你说 这叫做两立平衡的条件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条直线上 OK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我们这个净力平衡的问题 老师说过 所有力的问题的解决步 都是第一 确定谁受力 二 知道受哪些力 知道受哪些是画出力图的意思 所以把它力图画出来 这个东西到底受哪些力 谁向上谁向下 作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第一步就是画出力图 然后呢就会带到我的条件里面 要合力等于零 合力矩等于零 就写条件 因为要合力等于零 所以向上合力要等于向下合力 向左合力要等于向右合力 因为要合力矩等于零 所以适时中力矩要等于逆时中力矩 所有的适时中力矩加起来 要等于所有适时中力矩加起来 就列式就对了 列式 就这样子列式 合力等于零列个式子 合力矩等于零列个式子 然后就数学把它解决出来 这就是我们解题的方法 那么在整个解题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假如有东西压在一个东西上面 这个压的地方 就会有一个支撑力 有的时候说是正向力 这在国中出现的机会稍微少一点 有出现 但是稍微少一点 在高中它常常会出现一个棍子靠在墙上 然后为你解决一些问题 那叫做墙会给棍子一个支撑力 一个正向力 所以只要有东西压在一个点上 那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支撑力 另外要请注意的事情是 我们说支点就是转动时不会动的点 那我是尽力平衡 那么每一点都不会动 所以每一个点都可以当作支点 那我们等一下解题就看得到 我习惯上把它放在一个我不需要算的力上面 这样可以节省我的劣势的计算的过程 所以尽力平衡的时候 每一点都不会动 所以每一点都可以当作支点 另外一个情况是 我们通常给各位的题目都是什么 清神清感 意思就是质量不济 但是偶尔有题目 这个木棒是要算质量的 那我们的算法就是 我们这它是一个规则的物体 形状规则物质均匀 所以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把质量集中在中间 或者一人一半分两边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你就甭管了 我们就告诉你可以这样做 质量集中在中间 或者一人一半分两边 但是 你们的参考书 或者某人出个题目是棒球棒的 他出了一个棒球棒 然后出了一些问题 那棒球棒是不是前后都一样出啊 没有 所以能不能把它设在中间啊 不能 这就不行 这就不行 我假设你的形状是均匀的 一个圆柱体 一个长方体 然后呢 指令幣 大概都一样 我就可以假设质量在中间 或一人一半分两边 但是你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那是棒球棒那种题目 就不行 你就要假设在某一边 然后呢 再去根据我们所教去练试 然后求出我所要的答案 这又是我们在解题的时候 请你要注意的事情 OK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做一些练习 OK吗 OK OK